第一个要欣赏的就是不能走八十年前中央山脉里面 传承了一个所谓的八部合音的祭典 没有人有所谓的爱 传承总 中央山外的一个所谓 传承所分布的信是八宁 台东 高雄 南 荣寺的地方 台湾的人口2400万的时候 传承6万多元 十六祖的原作民族里面 混用族是第四大祖 台湾的人口2400万 现在没有分族群的颜色 我们颜色就自己边色 现在这是不是传统的 这是现代的机器 这是传统的 传统的是坐在地板上 这是现代的机器 但还是用手工的方式 对 那为什么这个没有办法用机器去大量生产 还是必须要用手工技术 用机器来就表示没有传统那么我自己的 这块土地也是我们的族人奉献出来的 让我们的很多的族人都能够在这边工作 你看那么多 这些孩子都是小小的 刚刚很多大学生小命之一吧 也是从族日学小孩子到现在 都成家立业了 我们很多家庭也都是在这里就很好啊 就成婚啊 就就地啊 就照顾家人啊 就照顾父母 就不必这样子隔代教养啊 或者是说还要到外面去留乡带籍赚钱啊 不要啊 我们在这里 我们都一起了 当然刚刚开始钱不多 但是我们因为有相同的价值观 我们必须要回来 民主性的决心吧 我们就回来 那碰一段有时候没有钱啊 颱风啊 没有薪水的时候啊 那我们还是一样 我们就是一起合作 没有钱 OK 这个业没有钱 OK 就stand by啊 那白牧师也不会让我们饿肚子 所以就会先给我们 先给我们 在我们的福利市啊 给我们借钱啊 给我们米啊 或者给我们先借五千块 有贷款的就是一万块之类的 然后一直到有钱的时候 平稳的时候 就把这些薪水又还给我们 我们二十年来 都是这样子活过来的 好 最后一个大桥段 政府们一直要花很多钱 在修那个桥 请问修那个桥的钱 如果给善逼的农民 是不是可以 就补充够了 那不叫有机农业 那有机农业 那有机农是个健康永续金 那在这块土地 你要让你的后代子书 千千万万代坡 能够享受到 这样的土地的利益 我们祖先十千五百年 留下给我们土地 到现在还在用 为什么我们就短短的八十五六十年 就把土地破坏了 而且我们每一天的吃呢 那么农药 根据农营业统讯 一年每一根只要十八公斤 那每一年的进台大癌症病房中心 农统病房中心 大概就几分钟就一个 为什么就从农药来 那么我们永续经营的时候 我不用农药不用化虚伟 不只这样还要保护这块土地 所以很多人用了往事 用了一些措施 说我这是有机农业 我说那错了 作物要让它顺着自然的天理 白天它是光合作用 晚上呼吸作用 它一定要入水 为什么你要措施把它得绝 为了是什么 因为你自私 就贪得我这样土地 能够生产大量的东西 然后卖得好的价钱 可是我们估列到了一个就是 永续经营